我觉得这种人他实际上都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觉得第一呢就是长远的我不想那么多 第二呢就是我相信我这事能够躲过去 就这种侥幸 对其实这种就叫我原来在谈到人的思维 就是一个空间思维一个时间思维 就是你看犯罪人很多人他缺的都是时间思维 就是时间思维什么的就是一生的事 他想不了这么远 这个一生有时候我们老觉得特别长 其实呢在我们真正那个什么的话都很短 其实你眨眼就过去 我有时候谈这个问题我经常在讲 我们整个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民族 有时候也有这个缺点 我们其实中国人吧应付现实都应付特别好 但是我们长远的东西我们都做的不是太好 远见 你看德国这个民族他的特点 所以这个可能也跟你这文学 我觉得语言就有一点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德语吧 德语它是那种就是阁位 16个阁然后呢从句套从句 就讲黑格尔的著作 说他们翻译黑格尔的著作 翻到三篇没找到一个句号 这就哲学思维 哲学思维什么意思呢 长句特别多 他长句练就什么呢 就是说你说多远你最后还得拉回来 有很多说长句的 说出去了回不来了 我说到哪了忘了 所以他这个语言就训练这个民族 他有这种长远思维 而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词汇呢 都是块状的 就是短句多 所以我们有很多问题呢 都是考虑到眼前的比较多 就是我认为就是因为思维的定义 就是借助语言符号 对客观事物间接概括的反应 所以这个语言呢 就是德国这个民族 他的德语就决定了 他的思维是特别长远 你看他做很多事情 他都有设计 而且他设计都是50年以上 对 而我们呢就这个中华民族 他思维往往是块状的 像一个一个成语 就解决现实 所以我就讲我们00年盖的房子 好多楼房没车库嘛 对吧 他就没有想到过10年20年 对 城市会发展到什么样 都不想 你像德国人给青岛盖的 这100多年以来 所有的基础建设都很好 对 李老师说这个 我就想到之前还有个案子 当然几年前了 就是说一对夫妻 他们就是把一个少女骗到这个屋里来 然后就那个就最后就肩肩 先给他喂了麻醉药 对 然后就肩肩了嘛 然后我后来看那个报道 那个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后来看那个长篇的报道 就是因为这个男的觉得 我跟我老婆结婚的时候 我老婆不是一个处女 然后他就对这件事情 特别特别耿耿于怀 然后而且他又怀疑他老婆 又跟别人发生过关系 就觉得你对不起我 那你怎么补偿我 你就是 给我骗了一个人 对 给我骗了一个处女 所以他们每天就坐在 就在那个窗口就开始选 给我骗一个 骗一个这个没有性经验 你要补偿我 你要补偿我 就他在短时间内 他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而且最后就变成 占据两个人内心的 就我要把这一块我给补上 命运对我不公平 我要把这一块给补上 但是到这一块之后 他其实没有再想 他整个被那种 命运对我不公平的念头占据 这种也很可怕 所以就您讲的这个 他一个是时间 就是你看他肯定 恋爱要慢慢谈的话 他就不会那么极端 就是这事 这风物尝一放眼亮 对吧 将来还有机会 再有一个是空间 就他讲的 就有的时候呢 就一个坎过不去 这女的不要我了 他就变成啊 生活里没有周边的事情了 就在空间上 咱们再说一个词叫执念 哎我见过那种人 就一段时间之内啊 这件事要是弄不踏实了 我不能把它给挽回来了 我脑子里就没有别的 你看他时间上没有长远 空间上只有一个事 你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发生吗 这种情况往往是他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就是兴趣和刺激源太少 就是等于你把一个人关到就比如传销吧 你怎么能给他洗脑 你必须把他隔绝和外界的联系 对吧 所以我们有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健康的心理 最好的保持自己健康是什么 就是说一定在生活当中每天要做三样以上的事情 就跟吃东西一样 就是你不是说哪个健康不健康 就是你什么都吃一点点 他那量够了就最健康 如果你只吃一个 你就肯定不健康 所以心里也是这样 如果你这一段时间就做一件事 做久了 人就会变得那叫吃 就是呆 书呆子书呆子 平衡嘛 对 所以呢就是你说那个实际上 可能跟你那段时间 就是工作有一段时间 就执着在一件事上有关 那特别容易崩溃 就是就变成人生就只有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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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包括陈世锋这也是这样 如果他生活当中要是当时就是很快乐 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那肯定 他也不会出现这么偏执 对对对 这我同意 就是凡是这种案子 都是这人特别狭窄 就是圈子也小 也没地儿去 去没有宣泄口 也没有更多的活动去 你比如说这人很喜欢话剧 是吧 甭管我闹成什么样 我这话剧还得看 那就不一样 那马上就会就口就出现了 就别有寄托 对 他这个就是想一个事 他会觉得这个挽回了我的人生就全部都好了 就是他会在这上面寄予特别多的这个 你想他当然在日本嘛 他肯定跟这位日本人交不了什么朋友 中国人就这么几个 而且还好说话的就这女孩 对吧 所以他到最后就特别值了 这个亲密关系啊 和这个占有欲 您觉得是什么 是有矛盾吗 这个有些人的占有欲特别高 但是呢 这个占有欲呢 我觉得可能是天性的东西 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包括动物吧 还是人 可能多多少少都会 就觉得这东西是我的 你看小孩他都知道这东西拿回来不给你 你用外人说把你给我吃一下 他马上都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倒不为过 就是说他不算什么错 你比如说你既然要跟我好的话 我得到你也是 就是我本身就想跟你好 所以这个占有没有问题 关键我是担心 就是说我说在生活当中啊 就是人和人 尤其是男女之间相处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呵护对方的那种自尊 然后不要给他造成错觉 这两个东西特别重要 这个还有一点 我看到他那个报道里讲啊 就说这个陈世峰啊 就是他以前的这个同伴就给说啊 说他交也交过几个女朋友嘛 说他交女朋友嘛 说是爱的都不特别深 因为他主要是为了炫耀 就是说哎 你看 他有种这么个劲 所以呢反过来说 是不是也特别容易觉得这个这种面子上 自尊上 这种受挫 而且呢 而且还有很多种情况是什么呢 我就发现在大学有些闹出案子的这种 有的男生啊 经常表现出来是 就是追女孩失败 一下子就变成了 过度的在乎面子的人都是非常危险的 这肯定的啊 过度的在乎 在乎面子是每个人都在乎啊 你在这个社会上无非两件事就是名利嘛 利是你要去挣钱嘛 对吧 你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嘛 那过度在乎 人有自尊心是对的 但你自尊心 我们老说还有一个叫虚荣心 自尊心跨过了这个一个界限 就是有点虚荣 虚荣再跨过一个界限 我觉得就是病态 哎 马爷 我觉得你白仰作 你应该挺爱面子的 你当年年轻的时候 你要追个女孩 被拒绝了 要不是 您可能没被拒绝过是吗 我被拒绝了 拒绝了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咬手指的 就你自己去解释你自己的痛苦啊 我们从来不可能去想象用极端的方法解 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追一个女孩没追上 那么 你非常清晰的知道 这个结局是不可能挽回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就是很多人 他老认为我采取各种方法 甚至极端的方法 我有可能把这个解决 就不拿刀子架在别人脖子上 让人家爱你 这种人天天有 是不是老有这种事情 你这种就算他回来了 他不再一辈子在你这个刀的阴影下生活吗 真的 您这说的这个从恋爱我就一直说到这个生活上 我最近也是发现有时候生活上 包括工作上遇到很多矛盾 实际这个矛盾最根本的 大家思到最后不可开交 我最后明白了一件事 就咱们的很多人 他太执着 就所谓我要干一件事 有条件要上 没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反正就是非干成不可 于是大家经常对撞 后来你让我明白 就说你像咱们这种人 不是有太大的那种进取心的 我经常说 我说大家为什么要闹到这样 可以不做吗 你说这个吧 你也没饿死 这笔钱也可以不挣吗 谁让你一定要这么干呢 这跟人和人经历不一样 就是早年越匮乏了 后边就他占有欲就越强 相反早年你什么都有 比如天津散尽的人 一定是早年就不亏的 像那天你们那个节目 那个谁柯兰在这 他不是就 你看他谈的那 你就感觉到他是早年不亏的人 不匮乏的 所以他什么都不在乎 然后呢 但如果你早年真的是没有 比如说凭什么你们就住城里的 凭什么我住这 对吧 然后呢当他考上大学以后 我也要住上你们那样好房的 而且比你们的还要好 也就是他早年他有匮乏 他的渴望心就更强 所以有的时候呢 有些人和人之间 他差别在现在来看 我们不能理解 实际上在他的生活经历当中 他有这样的经历你没有 所以你完全不能理解他 你看马爷 我觉得马爷 我是在想 刚刚马爷说的那个这个自尊心和虚荣心 包括你说为什么大学很多这个是就是追追 然后就发生命案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就过于美化公共示爱这种行为 你知道在宿舍底下摆一个这个大的 其实你求爱是一个私人行为 但你把它公共化 你包括在社交网络在这个秀恩爱 你这个这个一定要秀 一大家都秀你就不得不秀 你就把这个一个个人行为就变成了一个公共行为 本身是一个你的自尊心受挫 然后你就变成你的虚荣心受挫 你整个的在这个公共的这个这个视角呢 你就变成一个很可笑的人 所以如果你把你这个是爱情关系维持在一个私人的领域 其实我觉得你所受到的这个创伤 它也能够维持在一个自己可控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真的 我这点我也是我弄不明白的 当然因为我是男的 我有时候跟这个女孩说 这个女孩说最感动的就是这样 在这千万人面前 一个男的 哎呀 我就当然 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男的也很可怕 对 我是真的不太理解 就是说假如我是女的 如果我是女的 我这样的男的我不会找她的 我说你让我太害臊了 你弄得全校的都这样 这是 当然我不能理解啊 可能女孩是觉得最感动 我一直觉得这多害臊啊 这种女孩也是少数 我觉得像我们都不会这样 但现在我觉得 现在大家会美化这种情绪 一个女的就是很虚荣 原来是个医院的什么 好像是个护士一类的 然后有个医生向她求爱 把那个楼道里铺满了玫瑰什么这个 然后所有人都在裹钱当中 她也答应了 嫁不住她后来又碰起 特有钱的 她还是喜欢钱的 所以就把那个医生给彻底晾了 然后她跟那个有钱的一跑 就很简单离开这个医院 对吧 但问题是男的医生怎么离开这个医院 就很麻烦 就这种事情 对他刚才说那个 我觉得应该社会应该反思 公众示爱 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值得打仗旗鼓的 去宣传 尤其不能当成一个好像英雄壮举一样的 这也更好 这跟王成这个笑话开炮是两回事 对啊 你这一被伤害 你这不仅是你求爱被伤害 被对方伤害 你整个被受为羞辱 你这个社会羞辱 我觉得对人是一个更沉重的一个胆子 所以你别看 你说这个西方文化当中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婚姻 恋爱 是很隐私的事情 甚至都不主张跟人聊天 跟人打听这个 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对吧 你再怎么着吧 你涉及不到你对社会面前是没面子 对不对 是你们俩人的事 接着 你这么着呢 disappeared 对